小小出租套房裡滿目瘡痺 大半夜睡到一半 天花板正快砸下來 電風扇被砸到歪頭 整個地板全部都是碎屑 抬頭一看更慘 鋼筋全部裸露出來 讓房客嚇到完全傻眼 睡到一半突然聽到很大聲的動作 很像那種什麼車或燒車 之前就有觸過問題 所以他們有警覺性 回想當時經過房客心有餘悸 但是其實這層分租套房 早就出現問題 那個差不多換了四五次屋主了 每次來都叉叉叭叭叭叭叭 天花板是漏水 漏水他們在補那個漏洞 套房外滿滿臂癌 這回不僅整塊天花板落下 鋼筋露出來 水泥塊也布滿了整個房間 可憐的房客睡夢中被砸到被 紅腫擦傷 真的好誇張 甚至讓房客一度以為 自己租到海沙屋 找那個土木技師可以進去看一下 他的房子 要至少先初步判斷一下 房子到底是不是海沙 什麼的 結果房屋主不願意養 私人的事情 而且他講的也不完全是事實 反向房客說法不完整 但是看看這誇張的房間 沒有一處是完整的 房客花錢租房 卻租到問題房 天花板整片砸在床上 要怎麼住的安心 全部房客只好閃電搬離 記者林俊鋒 林俊鋒 新北市采訪報導